傅昆祺今天好像是吃了那個 泰式的董央宮 董央宮 又嗆又酸又辣 各位注意傅昆祺 他在講的時候是完全沒看稿 他從這個國民黨最困難的時候 最輝煌的時候 他沒有參加 最困難的時候 他參加 他出錢出力 去年這個選舉的年底 去年年底選縣市長選縣市議員的時候 這個選撤會的成員是一模一樣的 當時也是傅昆祺負責的 不然怎麼會喬出張上正出來選桃園市長 當時他當了勝利投手 結果今年要重新另外一場要上場的時候 下面有一個求評叫做侯友宜 侯友宜說換投手 換投手 換投手 不是他上一張是勝利投手 打得不錯 打線黃金陣容 國民黨大勝 這種陣容怎麼可以換 絕對不能換 因為換了投手之後 我就上不去 如果不換的話 對 所以今天 今天那個傅昆祺講話 其實傅昆祺今天講話還蠻文言文的 我幫傅昆祺翻成他想講的話 他就說 其實他是跟侯友宜講說 來來來你來你來你來 你來 傅昆祐你來你來 你英雄那選中東 你選得到來你來你來 你是英雄你是最大的母親 來來來你來 雙包選中東 這第一個他講的嘛 第二他說我們選策會有問題 你來你來你來 整個給你接管 都給你 看那十一個二十個 都給侯友宜你決定 不是才說一起來承擔 怎麼今天態度差那麼多 對侯昆祺來講 我去年拚命 為了這個動 我去喬了這麼多人 然後付了這麼多錢 然後結果我贏了 現在你們把我講成這樣 好 再換你們來嘛 那對對這一個侯友宜來說 侯友宜我覺得他有一點俗辣 你知道嗎 而且他如果叫這種模式選總統 我判斷他應該選不下去 理論上他那一 昨天發了那麼嗆的一篇 這個臉書之後 他後面的每一套劇本 應該有預期到朱立倫會緩撲 或者是朱立倫後面的會緩撲 各位記得他們說 昨天有打過一通電話 前天晚上 昨天早上都有聯絡 兩個人如果要聯絡事情 聯絡好之後 那個侯友宜會發那篇臉書嗎 就代表沒敲好嗎 就講完了 然後結果還發那一篇 什麼意思 那一通電話 我可以跟各位解釋 結果兩個人講完 這個什麼名單之後 朱立倫 朱立倫跟侯友宜講說 每個人都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你是新北市長 你就好好做事 我是黨主席 黨的提名就我來負責 我也扮演好我各自的角色 電話講完 侯友宜可能講了一個字 然後電話就掛了 所以臉書就給他弄出去 所以這件事情 對這一個朱立倫來說 好你侯友宜你忍不住了吧 你憋不住了吧 今天就派朱立倫後面的傅崑崎 剛剛剛剛講說是這個朱立倫 這時候這個傅崑崎的後面是朱立倫 你講反了 是朱立倫後面的傅崑崎 直接出來應戰 他講完之後全部定調 你再去問這一個 你再去問侯友宜的時候 侯友宜就回到什麼 回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我都尊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我現在是新北市長 我和主席有一致的想法 對啊你們有一致有一次的想法 你需要寫那一篇臉書嗎 你們就是沒有一致的想法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在這一場這幾天這樣弄下來 朱立倫贏了 侯友宜輸了 侯友宜這個隊伍在這一個戰役裡頭 被擊潰 侯友宜再回去準備 輸一半還是全輸了 現在看起來 現在只有輸一半 他可能下一篇臉書會在弄 或者在講一些奇奇怪怪的話 等一下我們在討論 劉河嵐講的那個影集 我可以跟各位介紹那個影集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狀況 是侯友宜在推這件事情的時候 推到一半 遇到傅昆琦大魔王擋在門口 所以傅昆琦這個人是很顧慘的 他的意思是說你如果這麼厲害 你來啦 你不要站在旁邊看 你都在做球評 你都在做球評 我們都不會說 這場比賽都不會說 那個打擊的順序第一棒 那第九棒才剛要排好 你就打這個球評 說換投手換投手 有人這樣嗎 國民黨在在選舉的時候 有兩個戰場 第一個戰場就是你出現 黨內出現以後 那是要面臨全國的大選 那叫主戰場 那個你手上要勇兵千萬 你才贏得了 但是呢 在你沒有辦法進入主戰場之前 你現在要解決後宮的戰役 你要先把後宮三千加力搞定 現在侯友宜是不會處理後宮三千加力 為什麼 找不到頭 找不到那個keyman 關鍵的人他找不到 那個關鍵是誰 國民黨每一個 每一個執政的時代 都有一個造王者 我講李登輝當年 沒有宋楚瑜 有李登輝嗎 對不對 當時李登輝剛剛接任總統的時候 根本是國民黨內的黨務 根本搞不清楚 宋楚瑜大內高手幫李登輝穩住 所以當時很多人講說 糟糕了 李登輝會成為宋楚瑜的傀儡 大家後來是這樣嗎 不是啊 李登輝厲害的很啊 到了馬英九時代 馬英九後方的操盤手是誰 金小刀 對沒有金小刀會有馬英九的王朝嗎 不會 現在朱宇倫找到了 Kinman 傅崑奇 這個人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夠狠 別人不敢做他敢做 第二個呢 他募得到款 國民黨現在最缺就是募款的募 募款能力嘛 傅崑奇募得到款 所以說朱宇倫一看不得了 這個人好用 沒人敢用 我用 那當沒人敢用傅崑奇的時候 朱宇倫敢用他 傅崑奇當然啊 我的舞台來了 現在傅崑奇一直在求一個舞台 舞台給他找到了 他現在對於整個侯友宜 他測試四件事 跟我們以前在軍中練指揮官 一模一樣要測試你的力量 測試你的這個技術 測試你的膽識 測試你的指揮能力 測完之後發現沒膽 真的沒膽 我們說練力練技練智練指揮 他沒有他沒有膽 為什麼沒有膽呢 今天這個時候傅崑奇就直接告訴你 你如果覺得選測會不好 對不對 你提出人選 你跳進來當大掌櫃 你來帶領我們 我們跟你走 如果說侯友宜現在覺得 我可以提名所有的 這些區域立委 而且哪個是監獄選區 我可以點將去 求之不得啊 你未來如果要選總統 你要不要掌握 所有參加區域立委的選將 他跟你綁在一起 你才是母雞嘛 對不對 我最強母雞 一跳出來小雞全跑了 你是老鷹 小雞怕你抓了他 對不對 所以你不敢跳出來 傅崑奇就知道了 你沒有當一個稱職母雞的能力 你沒有組織能力 沒有指揮能力 最少沒膽 你這個時間 你應該傅崑奇叫板 你就跳出來說 我願意承擔 我點出誰誰誰誰誰 我手上這麼多人 我願意建議他進入選測會 我告訴你 那這樣子朱立倫才頭大了 原來你手上有人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 傅崑奇就查好了 侯友宜手上 沒有所謂的大內高手 大內高手在誰手上 全部來朱立倫手上 那侯友宜手上有誰 我永兵千萬 對都里長啊 都里長啊 永兵千萬都里長 二十九區連議會出來 我挺投友宜選總統 有啥用啊 你這些人不在選測會裡面啊 那你真的把這二十九區的里長 幾個里長找幾個很強的 丟進選測會 他也會瘋掉啊 根本搞不清楚黨務運作啊 怎麼提名啊 怎麼投票啊 怎麼約談啊 怎麼征詢啊 他不會嘛 你手上沒有大內高手 你怎麼操盤 你不操盤 你怎麼選總統 所以現在看穿了嘛 這件事情丟出來 不只是自己爽而已 是讓所有想要選區域立委的人 看穿了 侯友宜真的 你認為他會幫你們嗎 你真的認為 他出來會有組織力量嗎 你真的讓他出來 會讓國民黨 連立委都勝嗎 深思熟慮在決定 所以動搖了 動搖了 那侯友宜今天 沒有跳出來面對 反而縮回去了 一說回去 你銷我就長 整個傅婚旗力量長起來 誰還敢對選策會指指點點 誰還有意見 而且我覺得傅婚旗今天點出一個點 你不是最強母機了 你看你說要反黑金 結果侯友宜說什麼呢 反對黑金是普世價值 要反你也沒有說出人嘛 好 你不爽傅婚旗 那你為什麼不早說 你去年也沒有說 為什麼今年才跳出來說 所以傅婚旗今天選外資金也就是 好 如果你不出來選的話 那是不是後面可能 還有人在排隊咧 不是還有人 也只剩下一個人 朱立倫 還有誰 朱立倫 還有誰 如果今天侯友宜不點頭說 Yes I do 不承擔出來操盤選測會 我告訴你後面沒有人 只剩朱立倫了 所以傅婚旗今天也是幫朱立倫 在開一個康莊大道 不是康莊大道 開高速公路 對 開高速公路 直接把旁邊猶豫不決 左搖右盼的人全部給你閃開 只用一個方式就閃開了 想要來領航 請進入這一艘軍艦 你不上來怎麼領航 對不對 你至少要站在軍艦的頭上 告訴大家我往東走 往西走 往哪裡走 你躲在下面 躲在岸邊 不行 我不能上船了 萬一成了怎麼辦 對不對 你這種猶豫不決 不勇於承擔 不敢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未來還選總統 意思就是說 之前辛苦的仗都是我們幫你打的 你以為你站在旁邊 你就可以好好選總統嗎 沒有 大家一起跳下來 是不是 你想收割 請先上船 你不上船 拒絕被你收割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白話文 所以他還點出了侯友宜的致詞 對 那侯友宜聰明的話 我所以說侯友宜身邊沒有大內高手 身邊有大內高手的時候 昨天就應該開這個沙盤推演 告訴他今天小富要做什麼話 要說什麼事 要丟什麼球 你要接得漂亮 投手投球投得很漂亮 重點後面有個捕手 那個捕手接不到球 人家就上壘了 所以我想現在侯友宜是 沒有一個對策 現在大內高手不斷的丟球 選策會丟球 朱立倫丟球 負寬去丟球 侯友宜呢 只有告訴你說 該誰接球 誰可以接球 我沒有要接球 不要投到我身上 所以他的聲勢跟民調 會如期開始往下掉 這個時候 整個選策會 我先不想談總統 我談區域立委 當區域立委 全部被搞定的時候 總統是誰 很明白了 哇